修行人欲于念佛一心不乱 三昧先前应如何修持 放下三昧就先前了 秘诀就在此 连这个求一心不乱的念头也要放下 为什么呢 要放不下了 念了一天 哎呀我怎么一心不乱还没得到啊 再过一天怎么还没得到啊 一心不乱把你的一心不乱破坏掉 你把这个念头断掉了 自然它就到一心 加上个一心不乱的话 把一心不乱破坏掉 不能执着啊 不但不能执着 连分别心都不可以有啊 你才真正到一心不乱了 你还有这么多分别 这么多的往念 这么多的执着 这一心不乱就难了 非常困难 好 好 好